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中国的反击和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景 第二个是上海中考教改 踢爆学区房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要讲 四个国家同时制裁中国的后续,这是中国的反击 另外是一个跟 跟我们房地产有关的一个新闻,那我们先说第1个,我今天会讲快一点,因为 这两个都是一个很长的主题,那么我们要快一点 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3月22号同一天宣布制裁中国的新闻 新疆官员,那么这是西方 西方国家在六四之后第1次采取这种规模的制裁行动 也表明这个跨大西洋的联盟正在形成 这是针对中国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中国当天就进行了反击 而且中国的反击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是一个组合权 组合权,它有三项行动,第1个行动 就是外交部 外交部当天就回应 3月22号宣布,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人员和实体 实施单边制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中方决定 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体 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 人员 和4个实体 实施制裁,包括欧盟 包括5名 欧洲议会议员 还有就是比利时 荷兰,立陶宛,德国,德国学者,三个国家的议员,然后德国学者 欧洲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 还有是欧洲议会人权分委员会 然后还有一个是 德国穆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丹麦民主 民主联盟基金会 那么他们怎么个制裁呢 相关人员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 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被限制同中国往来 这是一个 范围非常广泛的反制裁的名单和实施 影响非常大,这个力度很大,这是第1个,第2个 召见 驻华大使,那么3月22号晚上 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召见 欧盟驻华代 代表团的团长郁白 那么代表中国政府 向这个 向欧方提出抗议和谴责 通报中方有关的反制措施 这是第1个,第2个,3月23号 外交部长秦刚在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 那么 向这个英国方面 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谴责 那么 但是制裁 反制的制裁只针对欧盟 另外三个国家没有 没有制裁,第2个 召见大使只召见了欧盟跟这个英国,其他两个国家都没有召见 这是第2个措施,第3个措施 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那么正好 这个拉夫罗夫正好在这个 在桂林和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进行 进行谈判 所以呢他们就顺便就发表了一篇 叫中国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就当前全球治理 若干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那么联合声明有4点,第1个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第2点 然后这个反对以推动民主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 第3点,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关键意义 第4点 这个国际社会应践行开放平等 非意识形态化的多边主义原则 那么 那么这个声明显然是针对4个国家 同时制裁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行动 那么中国在国际场合 上来就讲全球治理 经常讲全球治理 一讲全球治理 在中文的这个中文的语义上看过去,好像中国一讨论全球治理 我就是 全球领袖 那么全球的领导者,我是全球的这个领导者,你不是全球领导者,你有什么资格去讨论 全球治理的问题 这很符合习近平的这个期望和心态 那种舍我其谁的那个王的中间一战手一辈,那种心态 那我们看看欧洲是怎么回应的 我讲两个关键关键的人物,第一个就是欧洲议会的主席 叫这个 Sasoli,Sasoli他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对受到中国制裁的五名议员,那五名欧洲议会的议员 和欧洲人权 欧洲议会人权小组 这也被制裁 表达坚定的支持 他说 我重申对他们以及 其他被制裁的欧盟人员和实体的支持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 叫居拉 星期一在这个电邮说,他在给别人发的一个电邮说,我们决定取消 原定星期二在举行的一个审议会 审议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然后他在推特里面讲 他说欧盟是讲价值观和原则的 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全球范围 那么我们就来评价一下,评价一下中国的反击 第1个 中国的反击力度非常大 基本上动用了所有的资源来反击 但是这个他中国的这个反击的这个行为 从外交和逻辑上不成立 不成立的原因是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1个原因,目前中美交手 才是中国 面对中国外交 面对的主要的 问题 也就是说 对中国来说 他 给他带来最大的麻烦不是欧盟,是美国 那么如果你开辟和欧洲冲突的这个新的战场对中国不利 这是第1条 第2条 美国现在在积极的拉拢欧洲 拉拢欧盟 那么这个时候你拿欧盟来 来这个对付 你等于给这个布林肯帮忙 所以 从外交和政治上 逻辑不成立,你使劲去打欧洲 而且你手上还捏着一个什么东西,欧盟现在手上还捏着一个中欧投资协定 还没过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时候这么大力度 力度很大,力度非常大 那么逻辑上不成立 但你只能从什么呢 你只能从习近平的心态上去理解 什么心态,就两个 第1个 不认输 不认输,我老大 我损失一点没关系 损失那个当然影响很大,对我来说损失一部分没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底线思维 觉得不可以退 一退我就崩盘了 那么这里面还有两点 中国跟欧盟,他有一个惯性思维 什么惯性思维 在一段时间以来,欧盟一直被中国牵制 中国用这个各个击破的方式 其实把欧盟内部呢就已经分化 分化瓦解 所以欧盟对中国一直表现出来的态度是 表现态度出来是相对来说是软弱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德国 默克尔执政时代 那么德国 德国的立场 实际上是左右了欧盟的立场 而中国又用各个击破的方式 牵制住整个欧盟 所以 中国有一种惯性思维 欧盟我捏在手里 所以欧盟一直处于弱势 那么中国呢,当然 以这种心态来看到欧盟的时候,他觉得 这个时候你还来挑事,我非得打 一板子打下去,省得以后你再来露头 中国是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实际上 在这个时候 用这种心态来 来实施 反制 实际上对中国来说,从外交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绝对是一场灾难 非常愚蠢 这是第1点 第2点 制裁模式非常可笑 那么制裁的内容呢,就是不让这些人 和他的家属入境中国 香港和澳门 然后就关联企业 和机构不能跟中国的关联企业往来 这个制裁模式完全没有动脑子 基本上是超美国的制裁模式 但是呢,你要想一下,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制裁 因为美国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经济中心,这个科技中心,教育中心 那你的是别人求他的 别人求他,talk他来玩 那当然,我制裁你,我不让你来,我不跟你往来,对你来说是个 打击 因为你求我 你求不上我,当然是打击 中国 中国 中国除了香港有旅游价值 旅游影响力之外,你没有任何价值 你说我怕 非得到北京大学上学吗?不是这样的 所以 你在金融的角度来说,从科技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你在吸收外资 你在请别人把你科技给你 你很依赖外部资源 你去制裁别人,不让别人来 你制裁人数越多,你对自己伤害越大 所以这个制裁 制裁模式非常可笑 所以 这是第2点,第3点 他现在这个制裁,你看这个对欧盟的这个制裁名单 后果非常严重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制裁 他真的对欧盟很了解,你一看这个制裁名单就知道,对欧盟非常的了解 他真的是制裁了他想打击的人 和打击的机构 但是他忘记了一点 这些人这些机构 对中欧关系影响非常大 就是你等于把 跟你交往的这些人可以全给制裁了,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1个 叫 欧盟理事会 政治 政治与安全委员会 简称叫PSC 就是欧盟理事会,欧盟理事会下面的一个政治与安全委员会 PSC是怎么构成,PSC是有27个成员国 驻欧盟的大使 组成 PSC 就是一个 然后呢 由这个欧盟对外行动署 其实就是欧盟的外交部 一名代表来主持 主持这27名这个 欧盟大使 形成一个PSC 那么每周 开会两次 每周开会 定期讨论最新的国际形势 讨论 欧盟的对外政策 他是欧盟对外政策的形成机构 就所有的欧盟的对外政策 在这里先酝酿 酝酿然后交给谁呢 交给有一个叫 叫 EAS EAS就是 就是欧盟的外交部,交给外交部 再写成一个文本 文本上去 在一层层上去 最后有什么 欧盟的外长联盟 欧盟外长再开会 拍板 所以PSC是什么 PSC呢就是所有对外政策的形成 是由PSC开始 那么就算是 外交部,欧盟外交部 朝你的对外政策也是先过 PSC讨论 然后再层层上去,再由27国外长确认 他是一个这样的决策机制 那么肯定 这次制裁中国新疆的官员也是这个程序 先是由PSC 酝酿 然后交给外交部 形成政策 层层上去 最后到27国外长确认 所以他去制裁这个PSC 制裁PSC 对不对,准不准确,非常准确 但是你想一下,你制裁PSC等于制裁了谁 等于PSC27国的驻欧盟大使,你制裁他们吗 你是不是要顺便也把 EEAS 就是欧盟外交部的官员一起制裁了呢 因为欧盟外交部的 他有一名代表 是主持这个PSC的 那你主持的人 是代表EEAS 就是外交部,那是不是欧盟外交部一起制裁 那么还有一个 PSC 是欧盟理事会的成员 欧盟理事会是什么,欧盟理事会是 2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或者是其他的部长 成立的一个理事会 他基本上是欧洲的 决策机构 他 PSC是欧盟理事会的 一部分 他是个下属机构,他是一部分 那你制裁PSC,是不是连欧盟理事会一起制裁 如果你连欧盟理事会一起制裁的话 那等于是 类似什么,你等于是把 把中国国务院给制裁了 是这个概念 好,你就算没制裁欧盟理事会 你最极端的 不极端的情况 你把这个27国的驻欧盟的大使给制裁了 包括EAS官员也制裁了 那你怎么,以后你怎么跟欧盟打交道,这些人是去不了中国的 去不了中国 而且 这些人全是 欧洲的资深的高官或者资深的外交官 你把这一票人给制裁了 你是不想跟欧盟玩了 这个行动 看上去 很精明 一枪打到红心 但是那个红心后面是什么 就没搞懂 这是一个非常鲁莽的行为 这是把欧盟全得罪了 这次是绝对把欧盟全得罪 然后还有两个机构 一个是叫 德国默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这个中国研究中心影响非常大 它影响整个欧盟的政策 它不是一个人权组织 他真是一个智库 他这个智库呢在 在欧洲商界有很大的影响 你去制裁他 而且 他大概率是 他 更倾向于亲中 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制裁他 他基本上是亲中的 然后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 这个是亲台的 非常强烈亲近台湾 那么这是第3个第4个 最重要的来了 他制裁了8名欧洲的政界人士其中有5名是 欧洲议会的议员 而且这5名欧洲议会的议员全部都是 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那么基本上 大家知道 现在中欧投资协定 要过哪里 首先要过的是欧洲议会 你去制裁5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意味着什么 欧洲议会你是得罪了 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去制裁欧洲议会的议员那你把欧洲议会得罪 那你这个怎么过 这个前景是我觉得是你基本上我觉得 现在超过八成 欧洲投中欧投资协定是过不去的了 你形成一个这样的氛围 然后就是制裁了 你看一下德国 绿党CDU 这两个议员一个是绿党一个是CDU 然后是法国 保加利亚 斯罗伐克 基督教民主运动 三个 然后就是荷兰 荷兰第66一个是比利时 比利时然后是立陶宛 这几个 那么欧洲议会四大政党 四大政党的这个成员 都制裁了 那么基本上中国把欧洲四大主要的势力 欧洲四大政党 金鸣盟啊 CDU啊绿党啊全部都制裁了 就是把欧洲四个主要的势力 推到了 推到了 对立面去 那么这些人不仅仅影响在 欧洲议会 也不仅仅是影响欧盟机构 他们在各地 在各个地各个国家 本身有非常 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影响各个国家的政府 尤其是德国 德国你看啊 今年秋天大选 那么有两个政场一个是CDU一个是绿党 那有可能执政 有可能执政 你去制裁他们的成员 那你后面跟德国的关系怎么搞 总之 总结一下啊 我们尽快的讲 这次中国强力的反制欧盟 这个让中国跟欧盟的关系就回不去的了 中国正在失去 欧盟原有的关系这是第1个,第2个 就是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觉得 八成是过不去的 之前觉得,然后你看 这边在推 那边在拉 拉是谁,你看正好,现在正好 布林肯 布林肯正在欧盟 正在欧洲访问 那么参加这个 北约外长会议,然后他会去跟欧盟打交道做工作 做欧盟的工作 让欧盟跟美国站在一起,你正好 这一件事情完美的 完美的时间点发生在一起 所以这件事情 中国叫 这个时候用这个词就很准确了 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就很准确了 好,我们这个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着急讲下一个主题 上海教改 批报学区房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讲这个主题的原因主要是要看看 我想让大家看一下中国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海教委 上海教委3月16号 发布了一个上海市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 那么规定 重点中学自主招生比率由原来40% 降到15% 那么大概60%的生源名额将按照分配 到全市 各个区 和各个普通初中 那么 那么按照这个最新的规定是这样 市属重点高中 他的名额分配 招生计划沾他的这个招生计划总数的65% 原则上按照 中招报名比例分配到各个区 其中至少20%分配到不选择生源的初中 初中学校 这是第1个,第2个区属重点高中 名额分配招生占50%到65 其中30%分配到区 70%分配到校 那么本校所有不选择生源的初中中学 原则上 实现 区重点名额分配全覆盖 那么除开自主招生 名额分配之后 市教委 所属的重点高中有20% 招生计划用于统招 区属重点 高中约有20%到35%用于统招 那么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呢 上海市重点高中的自主招生比例将大幅下降 那么 那么原来是60% 原来这个区 市重点60% 区重点40% 改革之后自招比例缩减到15% 那么直接打击了上海以自招建长的民办初中 那么分配民额就明显杀生 上海呢 有四校八大 四校是什么四校呢?上海中学 华师大二副中,复旦副中,交大副中 四校 八大南洋模范 建平,七宝,控江,延安,复兴,大兴,大同,格志 八大代表了上海最优质的 高中教育资源 那么长期以来呢,这个八大呢,四校八大呢,60% 40%到60% 招生名额都是自主招生 然后呢,这些自主招生的名额又被这个民办 学校所垄断,民办学校呢,他的这个 初中的优质初中垄断 所以为了读好高中 上海的家庭挤破了头 要冲民办 先上民办初中 然后才能够上高中 跑高中 那么在上海各个区排名靠后的这个学校 叫什么,叫菜中或者菜小 菜就是不行的意思 然后改革之后呢,四校,这个为属重点中学面向全市 保证每个区 都有名额分配 然后奉贤金山松江等教育弱区 也有机会上重点 所以这个不一样 然后这个区属则需要照顾本区的初中生 然后一所 初中所在的区 如果有四个 四家重区重点 那么他这个 这个初中呢 他就可以拿到四个 区重点的分配招生计划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初中的升重点的机会会更大 什么意思呢 你想一下,如果一个学校 他的这个学生的品,这个竞争力没那么强 可突然他一下得到了很多 重点名额 招生名额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这个学生的 就是好学生的升学率就更高 上海市教委说,改革意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办好家门口的每一座学校 兼顾各种类型 初中学校的发展机会 同时破除 招生过程中的唯分数论 探索 建立多元综合 评价录取体系 什么意思啊,我再解释一下大白话 解释一下 那么一个重点 重点高中 他招生名额 原来呢,只针对 好的,我自主招生嘛,我当然招好的,好的是谁 明白 所以我就定点去招这些明白,所以明白学校的学区房 价格就很高,原因是因为 你要上 好的重点高中 你就得去明白 明白初中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就是我现在要分配 我现在自主招生 不超过15% 那就很少了,基本上全部都分出去了 分出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我一个重点高中的招生名额 五个给了 给了一个好的初衷 然后另外一个给了一个重点初衷给了五个 他分配到五个 那一个普通初衷也分配到五个 但是五个 在重点高中和五个在普通高中 他意义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你想一下 重点高中他竞争力很强 每个学生都很厉害,都是学霸 背后有很厉害,很有实力的家长 所以呢 这些都在争着五个的话 难度非常高 可是普通高中的大家都很菜 如果你在普通高中,你有这个重点高中的水平跑到普通高中去的话 意味着什么 因为你拿到这五个名额的可能性就非常的高 所以呢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 这个流动就开始 发生了,就是说你就不一定非要去 考重点初衷了 你可能去 普通初衷 你拿到这个获得上那个重点高中的可能性更大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这还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 上海这次教改的这个政策 允许跨区流动 就你原来住的这个区 你住的这个区 教学质量不好,没关系 你只跨区 你有可能分配到学生好的地区 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你跨区 那等于学位全市流动 学位全市流动意味着什么 那原来那叫什么老破小 原来那个学区房很多老破小 又老又破又小 老破小就没意义了,我不一定非要住在这个区里面,我住在 好的房子,但是学区不很差的地方,也没关系,我能够一样有机会 上到这个重点 重点高中 这就一下子 反正都是统招 结果都是上重点 那为什么不去郊区啊 不去这个房价低的地方 去买好的房子 然后反正我还是,而且 我上的这个普通高中的话 我使劲的去补课 我在普通高中里面出了一把碎,我一样能够上 重点高中,好了高中 这后果是什么 这个家长群说群里都爆炸了 都在讨论学区房还有没有用 那么 这个目标是什么 这个政策目标是什么 这个政策目标就是房地产 那同时 上海开始对学区房信息 开始下手 这个3月19号下午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 发起规范房源挂牌 和信息发布的自律倡议 就要求中介二手 二手房源挂牌信息 不可以说 学区房 这个跟深圳差不多 就是深圳有一个 二手房成交参考家 他这个直接不让你挂学区房 然后3月20号 链加 2万套 过万套二手房信息下架 然后他的这个学区房的 这个信息在他的这个 下线 不能再挂学区房 那么另一家就说说这个政府希望弱化 学区房概念 就是不让你说 那政府就是这样 然后 这个网传 上海知名老破晓 梅园小 梅园小区就是 老破晓 加双学位 的小区叫什么叫梅园 开始暴跌 说那个原来评估价430万现在变成了370万 一夜跌了60万 一居研究院对这个 浦东 大三菱板块 张江板块 黄埔区三个校区板块进行分析 认为结论是什么我就不详细说结论 就是学区房 在暴涨 带动了整个 房地产市场 那么疯狂的涨 然后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上海市政府 推出教改的原因 那么 推出教改 通过教改 把学位 把优质资源的学位 平均分摊到他现在也不是绝对平均 那16%还有 还15%的这个 自主招生 但是自主招生以压缩到15% 然后就 统分 一个这个概念 那么就来干什么呢 来平逆这个学区房 的房价 这意味着什么 这有两件事 第1个 高价买了学区房的家长 浴库类 损失产重 我原来辛辛苦苦买了高价房 结果你这一下子本来十拿九稳我上重点高中 上好高中的十拿九稳结果现在变成 剩下15%的机会还不一定是我的 那你想想是什么情况 那么还有一些学生他本来十拿九稳我在这读书的 结果我现在十拿九稳的机会没有了 这就是 把这个学生的 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的学生 中国的人民 都是政府的政策工具 那么中国的教育的现状是什么 中国的教育现状其实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畸形 畸形的来源是什么 畸形的来源是政府垄断教育 那原来开了一些口子 让民办去 办教育 现在又开始往回收 往回收 他垄断基础教育,全链条教育他都要垄断 从幼儿园一直到高等教育他都要垄断 目的是什么 意识形态控制 我要控制大家意识形态我就垄断教育 垄断教育的后果是什么 垄断教育后果 就是 教育 投入不足 教育的投入不足 导致什么呢 优质教育资源不足 优质教育资源不足 那你怎么能够同时保证 教育公平 和教育质量 这很简单,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 就是 如果你要保证 教育公平 就是你要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同等受到教育的 机会 那你就没有资源去保证优质教育,因为你投入不够 中国的 高中生升学率只有50% 初中到高中 人生一分为二 我讲过很多遍,很多人跑来反驳我 说你怎么不读大学就没有未来了吗 你去试一下 我觉得读大学才有未来 不读大学的未来少很多,这就是机会的问题 当然不一样,这人生当然不同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打关枪,没有意义 所以中国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0% 很多人讲 说中国有这么多的制造业,那当然我们需要 技工啊,我们需要技工技术工人 那当然安排这个是可以的 你这样讲 还是忘记了一件事情 公平才是这个社会正义的基本条件 他读不到是一回事,你不让他读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讨论 那么你剩下的问题是什么 优质教育资源很少 然后你又无法保证这个 这个教育的机会均等的社会公益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然后你再画一个学区法 画一个学区,按照学区画 学区 按照学区就近上学是一个全世界的惯例 但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后果是什么 在中国的后果就是出现学区房 其实其他国家也有学区房 但他没有那么高,他不会差距那么大,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私校 私校不按学区分区 只要私校不按学区分区 你那个学区房涨幅是有限的 因为大家还有个选择去读私校 那么中国就没有这个问题,没有私校,没有私校的后果是什么 没有私校的后果,就千军万马去 去学区房 这就是这种,然后你为了解决学区房的问题 为了控制房价 又进行这种所谓的改革 改革是对那些买了 买了学区房的家长的剥夺 财产性的剥夺 这又是社会不公 所以这就是中共执政的特征 就是什么 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盆不够大了 就是这样 我们大概就不展开了 从上海 其实在2019年 北京就开始 北京做法叫多校画片 什么叫多校画片 你这个楼盘 本来是针对一个学校画片 单校画片就是我这一片 有一个学校,这个片有个学校 单校画片 北京 叫多校画片,你这一片 有几个学校给你选 可能在这个学校,可能在那个学校 那学区房就 不就凉凉了吗 北京就开始 这个其实是中国的 中国教委的一个政策 教委在2016年 这个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通知里面就提出来多校画片 其实还是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其实就是 政府的一个政策工具 还是那句话 蛮横 无能 然后就是要垄断 没有别的 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于这个问题 那么教育部点了24个城市的名 要求他们 实施画片入学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 南京,杭州,宁波,厦门 济南 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福州,南昌 郑州,长沙,贵阳 24个城市 点了他们名字 我为什么要念这个名字,大家小心一点,就是我提醒一下投资者 小心一点 政府这个政策非常的蛮横 也没有准备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大家在买学区房的时候 特别要谨慎 就提醒这一点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 第一 中国强烈 强力反制 四个国家 美国、欧盟 加拿大、英国 对中国新疆官员进行的制裁 但是这个中国的反制力度很大 但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欧投资协定凉凉了 这是第1个,第2个就是上海交改 上海交改对学区房冲击巨大 那么我也提醒 其他的城市的学区房投资者要注意小心 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观点,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的审核过程 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后的结果现在看来不乐观 但还不能确定欧 欧洲会不会放弃这个协定 可以确定的是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会成为欧洲反制中国的一个工具 如果欧盟 欧洲议会不通过 就没有漫长的过程了 很简单 如果他都不过的话,你后面就不用讨论了 观点,中国投资协定近期得到推进,也是因为中国去年 大幅放宽了某些条款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 谈判长达六年 说明他们的确十分希望这个协定能够通过 至于为什么到林门一角度翻车,王先生说的最近中美 争端触发了习的底线思维可能性最大 可见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的确前后矛盾一塌糊涂 这就是独裁的问题 独裁的问题,我们经常讲 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民主最不坏的制度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他可以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 他不一定可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但是他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你比如说宪法 宪法你兜底 兜底是什么 兜底就是防止最坏的,我们制定社会制度各种制度,政治制度也好 都是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 但是 专制制度呢 他有很多很好的优势 你做事情可以 预先部署 我不管你这个来没来,我看到了我就预先部署 反正没人质疑我 你在民主政治的国家就不行,你预先部署 你大家都没看到这件事情,你预先部署什么 通不过 大家没见到没看到,不理解 不理解就过不去 你比如说我执政效率 独裁执政效率很高 明天这件事情 头1000个亿,框仓就下去了 支撑效率非常高 但是他有可能出现什么 出现非常愚蠢的 决策 这个决策是灾难性的 你前面的所有的好处 一秒钟全部都没有 就是这样 这就是独裁 独裁 政体和这个民主政体 他们的区别就在这里 观点很久没见到欧洲和欧盟如此团结了 丹麦前总理发推说,我们绝不会屈服于威权国家的 欺凌行为 中共的制裁名单得罪了欧洲 左中右 民主党派几乎每一方 让人闭嘴的说法粗糙无理 也显得根本不理解欧洲议会的运作 也不管美国马上要到欧洲拉 拉联盟 战狼乱 铁拳乱打 已经到了先喷 不管后果的阶段 观点,中国的反击是必然,后果如何可以拭目以待 中国投资协定需要欧盟成员国一致 审批通过才能实施 但就我所在的捷克来看 无论是主流民意对中国疫情疫苗的反感 还是执政党 党团以前的反华举动 能批准这个协议的可能性很低 十字架 以及欧洲以及捷克政府 和布拉格市政府对这次活动的支持 就是最清晰的宣誓 观点,这些战狼都不傻 声音上意 故意制造摩擦 希望有一天擦枪走火 然后认为道士只要 无耻克制 无耻克制 隔地赔款 都能控制下来 对内宣传实行军管 彻底建立王朝 好玩吗 这样子好玩吗,过瘾吗 这很过瘾吗,你可以再写的极端一点 更爽啊 你说呢 但是这样对讨论有意义吗,我觉得这样对讨论没有意义 情绪,这些被中国制裁的一员 想到中国政府就反胃,居然不让人家入境中国 相当于禁止一个正常的人跳进粪坑 居然成为制裁 观点,真没想到英国脱欧,让欧盟分裂了几年 习总加速师一番操作 直接给450万 欧盟民众上了一记 强力明星粘合剂 450万吗 太少了吧 提问,中共这个做法是否真的是为了实现习的愿望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铁幕降下了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猜测,或者我是分析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 我有我的依据,我认为我只能,你从逻辑上分析不可能啊 外交也好,政治也好 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分析上不合理啊 但是他又这么干了,那你从什么角度,我只能从 习的这种底线意识 这种战狼这种 做派或者是惯性思维来想 所以 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他打过电话 他也没跟我说过,我是一个分析的结论 观点,共同的价值观是比经济利益要强大得多的力量 CCP企图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 看来是要破产了 假以时日,中西的分裂和逐步脱钩 将会形成类似冷战的两种价值观 和意识形态联盟 中欧朝一为一方 西方包括日本甚至印度为另一方 博弈 将会成为21世纪的新冷战 其结局基本上类似于旧冷战 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不过这将是一个漫长 曲折的过程 甚至会比旧冷战会更漫长 我基本上同意 我基本上同意 这个 而且我认为 中、俄、朝、伊 还有几个 还有若干个,我估计再加10个也不意外 他们会更先形成联盟 更快形成联盟 为什么 因为这个联盟是以利益为纽带 他们没有分歧 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钱 中国掏钱形成一个联盟 然后这个联盟就只有一个关联,就是中国掏钱 那么有一天中国掏不起这个钱,这个联盟就崩溃了 大概就是这个,所以他 他会更快形成 他更快形成 会促使西方 形成他们的联盟 西方形成联盟更困难 因为他是民主政治 他们有各种各自不同的利益点 但是 中国跟俄罗斯这几个国家形成 更快的形成联盟 有利于 就是你一定要有对手 一个强大对手的面前,我们大家赶紧抱团取暖 才能形成 我认为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观点,中共在共产主义国际革命破产之后,为了确立扩张合理性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中国模式,企图 吸引新左派的注意力 开创所谓人类新的发展模式 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但是10年下来其实欧洲人 看得很清楚 这个话语体系背后其实就是100年前 德国的口号 东方道路 是国家资本主义包裹下的国族一体化 一体同化 对内有很强的同质压迫对外扩张 非常正确 非常准确 而且 很深刻 观点,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美国欧洲五眼联盟,印太组织,北约都是前者 所以日常有分歧,但原则站在一起 中共,俄罗斯,朝鲜,伊朗 是后者 就算站在一起 冒合审理,彼此计算 彼此出卖,原则上没有丝毫统一,不可能把 背交给对方 祝愿布林肯的欧洲之行圆满有结果,欧盟坚定的站在一起,不屈服 让人看到希望 观点,基于长期的洗脑工程,不仅把老百姓洗钱 连官员也洗懵了,估计CCP制裁也是想选择性执法 给老百姓打打鸡血 但没考虑到欧美是严格按照规则办事 搞得现在弄巧成拙 提问王老师 现在外交一团糟的情况是习的任性 还是他被蒙在鼓里 外交这个层面,基本上习是自己 自己拍板 习的 大部分的外交层面的决定都是习亲自拍板 亲自部署,亲自决策 所以他是不是蒙在鼓里,我不相信他就蒙在鼓里 基本上 为什么会有战狼 以前中国在 其实战狼的态度 一直是这样的 周恩来成义他们培养外交人员的时候 他们内部都是这样的态度 都是这样的,你看到的所谓战狼的态度 其实 他们原来站到镜头面前,站到话筒面前 是 装笑脸 但是 背过头去,他们在外交部里面都是现在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只不过呢,大家知道你是外交战线,外交战线你对外你不能够 把你的 本来面目露出来,你得 戴一个面具 说好话 笑嘻嘻 原来是这种做派 但其实战狼就一直是战狼外交 只不过战狼外交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 他没办法站起来 原因是 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实力,你现在一口气派220艘渔船 去菲律宾,没事我有钱,我就直接就雇人去 掏钱雇 去就去了 所以 原来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能做因为有钱了 那原来心态不一样,原来这个领导没让去 在麦克风后面骂人,你现在可以骂人,而且习近平就站在边上 你骂,这个人一骂挺高兴升官了 其他人不是跟他一起骂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不觉得 他是被蒙在鼓里 他是现场指挥 外交这个问题 观点,中国的外交走到这一步,根本不是什么内鬼,这就是他们一定会发展出来的 结果 我同意 就像二战的德国和日本,战争机器一旦开启 就只能不断的往前走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 但是他们停不下来,因为战车已经启动 但车上没有刹车 提问,昨天中国宣布批准了 RCEP 协定对外宣称明年1月1日 其他成员国会推动此协议 请问RCEP是否也是中国的一张牌 或者是中国通过RCEP 能够间接的找到盟友 RCEP是一个多边的自贸协定 这个自贸协定让中国获得了一个 非常有利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 他可以推广他的一带一路 所以RCEP是中国的 从外交层面来说 或者从地缘政治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胜利 你翻过来,这是美国的一个失败 那么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牌呢,你可以当他是一张牌 但是牌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外交上 你手上一种牌 这个牌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制约对方 我们说打什么牌 就我打台湾牌,美国打台湾牌 就用台湾问题来制约你 你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是吧,我跟台湾建交 你听不听 听是吧 听我就不建交 这就叫牌 你拿这张牌,你目的是要制约对方 获得其他的利益 如果你手上 你所谓的牌,你制约不了对方,比如说中国说拿出一张RCEP 说你听我的,美国你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就打这张牌,打这张没意义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什么叫牌 情况,德国默卡托基金会每年都发很多的奖学金名额 资助德中教育 教育交流项目,如今该基金 河下的中国研究中心 被CCP制裁 简直是非常搞笑 是的,我觉得非常搞笑 观点,疫情前很多外企就已经在撤资了 撤资了 现在内地各种成本已经比很多国家贵很多 加上民众实际上并不欢迎外国人 外资在中国并没有优势 现在疫情对各国经济影响都很大 战狼外交更加大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误解 光靠喊口号扩大内需怎么可以 那么多小的外贸公司都生存困难 不知道各大领导怎么想 他才不管 他才不管 你看看这个李克强 李克强天天讲啊,我们降税减费 降税减费管什么用 那么点 观点,中共的行为真让人知道 何谓自作孽不可活的真谛 观点 学生学去房都是他们学校换取政治资本的工具 从来没有用心办教育 天津女老师说错话 后悔没有 悔改之心,反而让全班家长写请愿信 我真不理解这是国家还是朝廷 他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很痛心孩子成长 真正的快乐 中共的教育的目的没有别的 就是 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忘记了吗 我们从小就这么讲 社会主义接班人 又红又专 又红又专讲的是什么 社会主义接班人就是 一个思想 领导的思想 一个行为 统一行为 第3个就是 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的使命 变成他们的工具 什么工具 巡浮的工具 就是中国教育的目的呀,没有别的 你以为是什么 观点招生怎么改都没用 名额都掌握在老师和校长手里 学生通过转学到有名额的学校 腐败更甚 猪肉大家一起分的意思,非常正确 观点,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教育制度不可能公平 隔壁日本能把教育公平化做到量化 统一的校服,统一的食堂标准 几乎公平的师资,更没有学区法 想象我们还需要多少路要走 中国所谓的中共所谓的共产主义,其实在日本 基本上实现 基本上实现,所以 中国追赶日本 啥都不要讲,超音赶美不要谈的问题 先把日本这个国家学会了 再谈别的 要追到现在日本要多少年,我不知道多少年 所以 共产党天天吹嘘 制度优势啊,各种吹息 其实 很简单 一一带水,中国经常讲一一带水,你去看看日本 就知道 中共的无能和无耻 观点,教育强区这次最受益 整个区都便学区法 而已 老破小会更值钱,四大名额太少了,大部分普通娃还是奔着世俗重点 观点,这次政策变化其实损害了很多 买校区房的人的利益,非常残酷 就这个 我说的就这个 这个要在西方国家 那 肯定被告死 告翻你 情况,我家孩子去年小生初 原本计划通过自主招生 进入好的民办初衷,结果政府一拍脑袋 把民办初衷的自主招生全部取消,统一摇号 许多孩子长久的准备付诸东流 同时由于政策不透明 许多骗子以摇号私下操作为名,骗取家长的钱 其中很多人给了钱也没搞定 CCP的政策想变就变,从来让老百姓付出代价 你就是政策工具 观点,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粪坑 家长无比焦虑,孩子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几拨头进所谓好一点的大学 其实最后还是学不到真正的学问 观点,教改这个结果就是教育局的寻作空间更大了,非常正确 名额都握在他手里 情况,无锡的私校比公利好,是江苏的房价低挖 挖地 而且经常高档小区旁边一块地 给了拆迁安置房 但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少 观点 从来不信那些什么重点学校以及校外培训 我的孩子不到一岁时就让他一直在我身边 看英文动画 现在不到七岁 远远跑在名校和参加 过专业课外培训的孩子前面 在一个全民拜金的社会 家长迷信担心那些 不输在所谓起跑线的心态 让绝大多数人失去理性 也造成 也对孩子造成非常劣等的人品 和个性 提问 浙江从2020年开始对义务教育进行 公民统招 打击民办学校收回自主招生权利 优质声援按民办 先摇号中签,不中签进校区 就进读 但整个浙江学区房又涨了一波 这样的政策分析是 杭家湖地区无论公立私立优质资源 不让外来优秀生染指 但以王先生对上海教育改革分析 浙江这样的政策未能 未必能压制学区房价,反而狂涨如何看待 不知道 我真的分析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给出的信息太少了 我没有看这部分的信息,因为你只说 只说一头这一头,然后再说这一头 中间的这一大块你没讲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分析 分析需要条件 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 你看我做这个专题的 结构 上来 要讲清楚 教改的内容是什么 第2个,要讲清楚 他的影响在哪里 第3个 我们再来分析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 你一定会有这 三大块的资讯,你才能够分析 否则我们没办法分析 情况,坐标加拿大,我们市公办高中的学生 在各个学校也不平衡,有点超远,有的不足 市教育局需要对高中进行大规模的整合 制定计划需要三年时间 有三次公众参与发表意见 并且会把公众提的意见 整理出来公式 每个阶段进展到什么程度都公式 最后 出两套方案,继续征求意见,整个过程 公开透明 中共做不到 为什么 公开透明,约着什么 没有寻出空间 没有寻出空间我做的干啥 情绪,中共执政以来对中国的资源长期绝对控制 让他们产生一种盲目的自信 自上而下,无底线的剥削已经把老百姓逼到了几乎绝望的边缘 社会道德已经跌到低谷 选择善良意味着你是异类 很难以想象这个今天的第二大经济体 是踏着多少老百姓的绝望登上去的 而他们到现在还在消费着 这些毫不自知的人民 非常棒 这段话写得真的非常到位 就是中共他一直,他独裁嘛,什么叫独裁 他把所有的资源全握着,捏在手里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盲目的自信 觉得他的政策 怎么都行 所以一些老百姓也觉得,只要政府说的他都能做到 做不到怎么办 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观点,那些附和CCP宣传的人都是中共政府内部的人 我的大学同学90%以上都是心里明白中共的谎言 但默不作声 朋友圈发动态支持CCP一小部分,一类是党员 一类是不明真相被欺骗的 中老年人,年轻人大多数沉默 相信我这一代90后有一天成为中间力量 CCP必然垮台 20年内的事 现在这帮人在台上将死之人 只想平稳进 坟墓 根本不关心国家的未来 还有两段 我再念一下,我都觉得非常好,今天的这个评论 说的都很到位 观点,这几天几乎每个买房APP说各大 城市圈的房价还要涨 现实中确实差不多各个城市圈的房价 都在跌 讲起王老师之前说起的,有关谎言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引导预期的解释 看起来是真的如此 看来房价也只能在APP里面涨价 情况,王老师你好,我是一名上海大学生 去年疫情期间开始听您的节目,感谢王老师 让我从一个资深小粉红成为一个敢于独立思考 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之前上海大学生可以自愿决定是否接种国产疫苗 但今天学校突然发文要求在校 强制接种 看来上海接种程度不理想 远没有达到 上面给的指标 你看会响了吧 鸣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节目的期待